董事長 董事長 我們立法院的蔡副院長 國會的丁理事長 還有我們文化部的黃組長 還有我們主經理蘇田董事長 台大董事長的陳教授 還有我們日月光的董事長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的曾董事長 還有我們在座很多文化資產保存的前輩先進 還有我們媒體朋友各位主管 各位來賓 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光臨今天我們台電的足跡特展 台灣的電業的發展 如果從日期時代開始算起到現在 已經有將近130年的時間了 隨著台灣的歷史的進展 這個電業發展史 遠然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近代史 台電公司我們繼承了 百年來的台灣的電業的一個責任 同時我們也承接了 百年來我們電業發展所衍生出來的 所有的有形跟無形的資產 台電公司身為一個有序發展 有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大企業 台電公司當然有責任 也有義務做好所有文化資產保存的工作 各位知道去年 去年年底胡華局的 針對文化資產保存的工作 修正的部分的條例 那台電公司也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公司裡面成立了文化資產保存的 一個專案小組 專案的計畫成了一個專案小組 當然一開始我不知道怎麼做了 從一開始我們就對外 和我們一些有經驗的文化資產保存的 專家跟學者去跟他們諮商去請教 希望他們來協助我們建立一個有效的 一個文化資產的一個制度 那麼在那個之後呢 我們公司裡面也 針對我們公司裡面 台電這個文物呢 我們做了一個文物的清查 跟徵集的一個作業手冊 我把作業手冊建立起來了 那麼在此之外呢 我們在公司的秘書處 我們也成立一個文化資產保存的 一個專責的一個機構 那麼上個禮拜六啊 經濟部的這個 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的一個資源招考 在台電的招考項目裡面 我新增了一下 就文化資產保護的專員 我們希望記得文化資產保護專員 這個新來的專業人士的引進台電之後的 對台電未來的文史的 從清查 調查 從造冊也好 或者說建立檔案 修復 到最後展覽工作 都是由一批有專業 有專業 有水準的一些人員 來做這個工作 這樣子才能夠確保我們台電公司 未來文化資產的工作 能做到盡善盡美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貴賓 來參加我們這個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保護的一個足跡特展的工作 台灣電力公司 文化資產保護的工作 在今天特展之後呢 將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台電公司因為我們的文化資產 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們會每年以亮點計畫的方式 用拼圖的方式每年推出一些計畫 逐步地來把貴賓公司非常龐大 非常多元的一些文化資產 慢慢地把它拼圖起來 那麼目前呢我們已經決定了 明天有四個亮點計畫要推出來 首先就是大甲區領域的水利發電 第二是佐水區領域的水利發電 第三是阻止門電廠 最後呢是我們舊東基縣等於電網工程 那這幾個亮點計畫 我們都分別委託 發電處 供電處跟營建處來負責辦理 我們的工夫處呢 跟秘書處也負責協辦 那麼這個計畫呢 從最上一個文史資料的清查 篩選 徵集 到後續的以圖書的故事的撰寫 影片的拍攝 到我們到明年7月之後的一些展覽的 特展的規劃等等都在積極進行當中 那我們預期在明年7月8月9月10月 會在我們副樓的藝文所郎 這幾個亮點計畫都會展覽出來 那麼到時候這位可以拭目以待 到時候也希望各位貴賓 在那個時候呢 重新再臨臨我們 看看我們這個文化智商保存的 第一批成果的展覽就會出來 那麼再次我還要再次感謝各位貴賓 今天光臨我們的現場 那麼最後呢我也希望 未來我們的長官 跟我們的主管 要給我們的文化智商保存的工作呢 給我們鼓勵給我們支持 最重要的我們在座的很多 文化智商保存的專家跟學者 回來要繼續給我們批評指教跟偏診 今天謝謝大家的光臨 謝謝 謝謝 謝謝副總經理 謝謝 謝謝 師傅